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幸福空间的事 所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当然也跟家媳媳相关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 没错就是现在改变最大的高雄 但我说的不是政治上的改变 而是城市样貌的改变 以往大家对高雄的印象 都是港口工业很发达的城市 但现在变得很不一样了 像我身后这个不得了了 可是纽约时报比喻为文化客厅 Living Room for Culture的魏武营 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现在呢可是超夯的打卡景点哦 那既然今天Hikiki都特别出马了 当然要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 待会呢会有一个神秘嘉宾 会跟我一起出任务哦 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凤山最在地人称 高雄小金刚的许智杰委员智杰哥 Kiki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要逼啊呢 好 哇真的很荣幸邀到智杰哥耶 那今天呢特别邀请智杰哥是因为 就听说呢关于魏武营有一些小秘密呢 是只有智杰哥才知道的 什么秘密 你不是有那个吗 传说中的那个 你说无限卡 对 我们这个无限卡 这限量一百张了 对对对 我是第一批啦 好那为什么要去买这个无限卡 因为我们的文化 观光产业文创 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 去帮助这个城市的发展 真的我刚刚一到啊 我觉得好感动 因为以前这边就是一个军营啊 就是光秃秃 就现在绿悠悠整个气氛都不一样了耶 这都是还真的 我觉得现在凤山人很幸运有这个地方 对啊我一直讲说这个魏武营 你看这边有水啦 那后面有我们的建筑物啦 那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整个魏武营的搭配 真的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幸福空间 哇塞这就该跟我们打广告 真的因为其实人生在世 就是说你的生活周遭 包括你周边的环境 都是属于你幸福的空间 都是属于你庶民的小确幸 而且我观察到你们在建筑的外貌上 也很有讲究耶 对啊 它看起来就像个船一样 好像也跟高雄是海港的结合 对 你看它这个屋顶 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屋顶的综合表演场馆 嗯嗯嗯 那美国时代杂志呢 已经选全球百大景点 我们魏武营是入选耶 台湾只有一个地方入选 就是凤山的魏武营 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凤山人的骄傲 然后它的屋顶其实很困难 你看里面也是一样 虽然是树洞的设计 但它也都是一体成型 所以我觉得我们魏营 我真的是觉得说从十几年前到现在 那从整个建造期间 我们去要求它的施工品质 要求它的施工进度 一直关心到现在 真的看得好像一个孩子 十几年了生出来了 难怪因为就像志杰哥小孩一样 所以只要跟魏武营有关 都考不到志杰哥 那我现在来考一下 听说魏武营有一个超夯的 网美打卡景点 志杰哥知道吗 我们这里就很夯啊 还有其他地方很夯吗 有啊 还有其他啊 好 那现在呢 我就要来带志杰哥去咯 欢迎来到的书房 超级大的书柜 志杰哥是不是之前没看过 就是你的书房喔 对啊 我以前有来过耶 哪里知道喔 不愧是航阿来耶 没有 因为你刚才讲了说 凤山很大的网路打卡景点 那我当然想到的是我们魏武营 那这里呢 其实是属于灵雅区 不是属于我们凤山区 对啦 那不过就是说 魏武营文化生活圈 这也是我们魏武营生活圈的一部分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对 它不像一般的彩绘村 可能顶多就是一面墙啊 一个角落 它是整栋建筑物超大幅的彩绘耶 对啊 好漂亮喔 这个就是老旧社区翻新 然后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 原来是老社区改造 难怪这么有味道 所以我们这里有十几栋 就说它有一个角落一个角落 它就会画一个彩绘 然后让你进到这个社区里面 会有一个焕然一新崭新的感觉 那简单来讲说 让用生活的一支彩笔 在你的生活的墙壁里面 当作彩布 然后把它画成一个美丽的画面 所以让你来到这个社区里面 在行走的时候 有那个幸福温暖的感觉 心来 蜜蜜 那种感觉 所以叫蜜蜜村 好可爱的名字喔 那来到这里啊 我们一定要来自拍一下啊 好 来来来来 蜜蜜村真的很迷人 对啊 我拍到手机都要没点了 那我以为我们现在到哪里了 这个是我们凤山的黄埔 凤山有三大文化跟精神 朝宫黄埔为母娘 红山文化第一名 大家当中来拍拼 红山未来 向前走 就是朝宫黄埔为母娘 那朝宫是我们的凤山以前的支县嘛 那他开辟了朝宫郡 对我们后代子孙贡献很多 那再来就是黄埔 是我们的黄埔军校黄埔新村 这边都是我们台湾第一代的郡村 而且这里的历史文化 跟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孙立仁将军 在缅甸二次世界大战后 所有的部队带到台湾来 还有一只三只大象 林旺马南跟他的另外一只阿佩 三只都到台湾来 所以这一个眷村是台湾最需要保留 最具文化特色的一个眷村 那等这里全部都修复之后 我们希望这边可以开辟一个 眷村文化及美食园区 那甚至我们在那边 还要再设一个眷村博物馆 那也就是全国所有的观光客 你到我们世界之最 红山的骄傲为母娘 然后再来就说我们黄埔将来这个整个规划好 设计好 那包括我们曹光郡那边呢 我们凤山车站现在三楼要盖到十楼 也是一个新的门户 所以这是曹光黄埔为母娘 红山文化第一名 他要全国的好朋友 全世界好朋友来到台湾 都可以来我们红山来观光好所谷 那这里不就会变成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眷村 对 眷村聚落我们这里最大 而且就是说最具文化的特色 谢谢志杰哥今天陪我一起出任务 才一个下午我们就看了三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建筑 哇 让我对高雄又更印象深刻 还有啊 我们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凤山运动园区 好漂亮喔 它这里其实很好玩 以前我们后面这里整片都是看台 那个看台呢 就从这边看到对方是看不到的 因为都挡住了 所以我们市府呢 就是当时的设计就是把看台全部拆掉 然后我从中央升级1.8亿 市府再配合1.2亿 我们就把这个整座的体育层重新改造 而且整个就是感觉看过去又更开阔 对对对 生活机能也挺起来 对啊 所以就说我们生活里面 除了你在自己家庭的生活空间之外 外面的整个城市的空间 包括文化 包括运动 包括艺术等等的 都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幸福空间 没错 锁定幸福空间 就会可以看到这样的幸福空间喔 哎呀 可惜今天时间太短 其实我们今天大概只看到了高雄 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景点 还有更多 对不对 没有 高雄很好 智杰哥说还有下一集会再带我们出任务 OK OK 你答应了 对啊 对啊 很好啊 我们高雄是个幸福空间 不是又老又穷 是真的很棒的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去看哪些城市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喔 今天的凤山出任务圆满结束 要记得比赞喔 要分享喔 没错 凤山 iPhone 13 万事OK 瘦饼男生